接下来带你到高雄 高雄伯厄特区是在地人 或者是游客都很喜欢 前来游玩的观光景点 自然也就成了高雄美食的一级战区 接下来介绍的这家餐厅 是北部相当知名的早午餐业者 南下高雄开设的 他们将餐点融合了 伯厄特区海港风情的特色 并且使用了在地果农新鲜的食材入菜 并且还研发出多款水果 与咖啡结合的创意饮品 不只观光客喜爱 也成功抓住了高雄当地人的尾 这家位于高雄伯厄特区的早午餐店 一走进去店内就感受到 强烈工业风格的设计感 灰色的墙面 搭配复古的沙发椅及设计感的灯饰 整体又有些文青复古感 挑高楼中楼的设计 让空间舒适度又提高了不少 一楼落地窗舒适的用餐视野 不论是游客或是当地朋友 都喜欢前来驻足 非常棒 因为它的建筑是跳高的设计 然后让人很舒服的可以坐在那边 尽情地享用下午茶 然后又加上它的落地窗 可以整片地看到外面的视野 非常地棒 店家能如此投其客人所好 其实是因为他们是拥有 丰富餐饮经验的北部知名早午餐餐厅 南下高雄差期的据点之一 目前已迈向第六年 因为餐厅位在高雄海港的仓库 改建而成的博尔特区内 所以当初一开始在菜单的设计上 就想展现出在地海港特色 当初下来的时候 带了一些原本的早午餐 比较美式的经典的一些特色下来 那因为我们下来南部 然后结合高雄港的一些当地渔货 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水果 然后想要带给大家更不一样的 早午餐风格 比如说有一道料理是 渔夫的豪迈早午餐 那我们采用的是一整条的 五仔鱼下去捡的 然后它是比较外皮酥脆 然后肉的话是比较鲜嫩的 餐厅强调严选台湾在地食材 一季节供应食令鲜鱼 早午餐的主角是一整条鱼 能提供如此霸气的餐点 应该只有港独高雄 才独有的最新菜色 渔夫豪迈早午餐是用我们当季的 然后用五仔鱼 对 那会选五仔鱼是因为它的肉质鲜嫩 然后脂肪比较多 对 然后煎的时候会比较保有 它里面的水分跟嫩度 这边比较多家庭的族群 那都会爸爸带小朋友来 那鱼的料理的话 也是很符合他们的口味 那加上之前有一些食安的风暴 那很健康的菜色 会是他们喜欢的 第一次知道这种早午餐的感觉很棒 因为传统的早午餐都是一些 比较培根式的那个航母蛋的 可是它这边的早午餐是烤的这种 蜂蜂蜂 非常的好吃 很特殊的一种 比较稀致的料理 所以主要它是整条的很特别 真的很特别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早午餐 鲜甜的鱼 然后再搭这个也是有点甜 然后又不会太甜 这样很match 好像每一季的那个鱼 种类会用不一样的 然后肉质吃起来还蛮细致的 餐厅不只结合高雄在地特色与食材 因为高雄也是许多国际游客 会来驻留的地方 因此也将异国风味的料理 设计在了菜单上 像这道义士猎人炖鸡 就是传统的欧洲家庭料理 在欧洲一般是搭面包 但为了符合台湾人饮食习惯 把主食换成米饭及一颗营养的太阳蛋 那它这一道料理是欧洲的乡村家常料理 对 然后一般大家用的肉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选择用鸡腿肉 它也是比较吃起来比较口感比较嫩 对 那我们里面聂仁炖鸡肉的成分就是 番茄湖当基底 然后里面会有加蹄鱼跟培根去 把那个味道带出来 就是去炖煮这样 就是因为南部人喜欢吃米食类 所以我们想说那就用白饭 然后在南部的话就卖它 就卖得还不错 除了义士猎人炖饭 苏格兰炸蛋沙拉 则是一道英式传统料理 是使用牛肉包裹半熟蛋 沾面包粉制作 再搭配自制特调洋芋泥 跟季节生菜沾着荷兰酱享用 不用出国也能吃到 道地的欧式餐点 苏格兰炸蛋沙拉 它是一个英式的料理 它通常都是英国人 野餐最爱带的食材 就是去野餐都会带苏格兰炸蛋 那我们是采用我们的手打牛角肉 然后包那个半熟蛋 然后再去沾起司面包粉下去油炸 然后都会捏成像圆球的形状 那切开它的蛋黄就是会带一点 留下来的蛋黄汁 然后我们下面的薯泥 是我们自己手打的薯泥 我们薯泥就是用养育削皮之后切块 然后拿去煮透 煮透之后把它沥干 加入我们的牛奶 我们自己调制的牛奶配方 然后下去滚河 它里面是有点像水波蛋的那种半熟的 然后因为我本身还蛮喜欢吃牛肉 它那一道是刚好是牛肉的 然后里面就夹着半熟蛋的感觉 然后那一道菜的分量的话 我会觉得女生吃的话 还蛮有饱足感的 因为它里面还有搭配一点生菜 就不会觉得很油腻有孤单这样子 因为餐厅卫处高雄重点观光区 有很多的家庭游客 所以制作小朋友喜爱的餐点也非常重要 它是三明治的种类里面 算是小朋友最喜欢的 因为它吃起来是有点甜甜咸咸的 对 然后是小朋友都很喜欢吃的一道料理 然后里面是熏鸡肉 然后还有一点点咸奶油 所以吃起来是咸香咸香的 这名字叫培根酱熏鸡三明治 然后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面包的话是属于牛奶成分 跟鸡蛋成分比较高 然后吃起来比较软 那里面的培根酱呢 是用洋葱跟培根去炒到焦化 然后再加入一些 我们伊索比亚的豆子 去萃取咖啡浓缩液 然后把它拌入里面 煮到浓稠 对 那中间还有夹花椰菜 青花椰菜跟熏鸡肉 然后最后面一层是切丝 然后你吃的时候 就有那种切丝的感觉 有句俗话说 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要先抓住他的胃 那要吸引女人跟搞定小孩 甜点一定不能少 这道香蕉星乐园 就是一道大人小孩都很爱的甜品 以法式吐司为主体 搭配新鲜的草莓 及高雄在地的香蕉 在挤上用新鲜覆盆子果泥 制作的棉花糖 整体的口感微甜微酸的水果香 像极了除脸的滋味 香蕉星乐园是我们这边卖的第一名的 然后也是持续卖了五年 都没有更改过的一个很受欢迎的 沙翅吐司 对 然后它最特别的是 它中间是采用 覆盆子的棉花糖 是我们手工制作的 完全没有添加任何的色素 香料 然后完全是小朋友都可以吃的 然后一层香蕉 一层棉花糖 然后最上面就是用香蕉跟草莓 蓝莓 柠檬丝下去做装饰 很像这个园区一样 就是一个很像游乐园的感觉 对 我们的所有食材都是来自高雄在地的 果商 果农 跟我们搭配的 我觉得它的棉花糖很特别 听说是那个覆盆子棉花糖 我觉得很 就是它们是自己做的 对 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 这样子 像我们烤肉的时候 有一种叫 有一种烤棉花糖那种口感 然后又搭配香蕉啊 跟草莓 就觉得特别的大 然后发色吐司也不会很干 对 吃起来就是 也不会很腻口这样子 这里不只甜点让人有恋爱的感觉 也有创意咖啡口味也是一绝 像这杯心中只有你 光听名字是不是就很浪漫 很有恋爱的味道呢 想表达爱意的男士们 记得带女朋友来表白一下 保证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喔 心中只有你的话 它的名字来意是葡萄的紫色 我们是用葡萄织网 荔枝葡萄 红地球 它的品种是红地球 对 然后就是又大又甜 然后外观也好看 然后下去也是搭配柠檬汁 然后跟我们的伊索比亚 咖啡豆结合起来 酸酸甜甜的 很像一种恋爱的滋味 所以它才会取名叫做 心中只有你 创意咖啡 因为一开始 其实很多人都不喝奶制品 对 然后又加上 我们很常常跟一些果商接触 想要 再想要怎么结合 跟高雄当地的水果 对 所以就慢慢慢慢研发了一系列的 也有跟葡萄柚的啊 葡萄的啊 莱姆的啊 苹果的都有 口感有点偏酸酸甜甜的 然后再 还有一点点咖啡淡淡的香味 这样子 它刚来的时候其实是分层的 觉得还蛮漂亮的 那咖啡的话就是 我们卖的咖啡都是 伊索比亚前焙的豆腐 天使魔鬼冰咖啡 在我们这一个系列里面的 创意咖啡里面 它是销售排行的 一直都是第一名的 对 然后它的特色在于 我们使用新鲜的莱姆汁 然后搭配大树的荔枝蜂蜜 下去做调和 然后呢 要喝之前呢 把浓缩加进去 莱姆汁里面 充分的搅拌之后 可以搭配旁边的柠檬渣片 这个柠檬渣片在意大利 它叫做黑手打 它是一个意大利人的小点心 对 是很受欢迎的小点心 那喝一口 然后一口吃下那个渣片 会别有一番风味 这家餐厅的美食 就像热情的高雄一样 很多元 很多样 不论是一家大小 朋友聚餐 或是约会亲旅 甚至独有旅客 都可以在这儿 找到适合自己的座位 一边用餐 一边享受港都的悠闲风情 明年轻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